余小良 你等我一会儿 我等你啥等你呀 我现在就后悔我妈没给我升个板 要不然我都都飞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要保持距离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 以后你不要 不要跟我俩太纠缠了 好不好 你快点 你这么能 你别过来 你先走 我接个电话 快点 快快快 快点过来啊 好好好 我亲爱的蜜蜜给我打电话 喂 蜜蜜啊 余小良 你干啥呢 咋的吧 你说事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那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喂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我找王小欠帮忙吧 拜拜 喂 喂 这不咋不事吗 你说说我 你们不知道我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 这不咋 你坤姐 你说你这来的外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 这李宝杰也是 你哪天搬不行了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吱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亮快点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 小亮你快点 哎呦我的天 来这么慢的你怎么 走快走快走快走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了 到家了 家在哪儿呀 这儿啊 这里完了 谢谢我 哎高姐 你听我说 趁你啊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换啥呀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呀 秘密 秘密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我说 我说啥意思 就是他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危险 你知道这个这个啊 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 不是人 不是人哪 啊 完了他没事就上吹下跳的 左膨右踢的 打鬼 屁股 不是人 还上吹下跳的 掉我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总之你不能在这儿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快走 哎呀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噜 他打呼噜 他打的 听他 打的 人咋说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在保安厅都能听着 没事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咱好好说 哎 哎 宝洁 你替我说 哎 等他想我 不是想你问题 我 哎 宝洁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咋子 你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 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 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这 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 你真的是 我贴乱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 我得打扮打扮 那也要痛 我敢拉 那秘密不得行刺 啊 我 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我装扮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 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呢 哎 哎 哎 小脸 你来了啊 哎 我的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 你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还推我呢 小脸 什么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咱咱咱俩的啦 说话咱变身了呢 哎 是大同天的 还有整个蚊帐 咱的 装捕风者呢 什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家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你说 如果是戴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小俩啊 小俩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 我是小俩 我是小俩 哦小俩 对不起啊 哦不是小俩啊 干什么呀 你上一边去 我求你了什么事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儿来了吧 谁呀 李宝吉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吉就 找我搬 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又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相信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俩 对 你想想 我们三个人属于什么关系 啊 你们仨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吉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吉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单的 你这牌打的也可好了吧 行行行行 咱先不打牌了 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钥匙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她开会这时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的是会不会 再都不会了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意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为了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 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啊啥呀 丑啥呀 你愿意呀 愿意 秘密呀 这么回事 小脸呀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把你进来吧 这个怎么整个 怎么整个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接着搬 看给你累了 我给你下我买 可得极圈牙孔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 等我 别拿东西了 完了 小脸 你再猜一下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 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帮帮 小脸啊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有快递 有个快递 那些可可可快了 快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我的妈 肯特基全家桶 哎呀小脸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呢 那个宝洁呀 快走 别回来了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呀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是 不是猴的家吗 茂妹得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的家 小脸啊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站住 我怎么就送快递了呢 我 就是 你不腿长吗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 快递我听懂了 于小脸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呀 就是平时聪明 灵力 活泼 在我心里面 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啊不对 你刚才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对 你像人吗 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 你 你还说你叫打呼噜呢 谁呀 他吗 打呼噜是他 他打呼噜就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 那不叫打呼噜 他叫 小香汉 你死一变 你死吧 小脸 过来 我打不打呼噜 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象呢 我实在变得不出 你 你 你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杰 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 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去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轻较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 没啥问题啊 余小脸 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 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余小脸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过这些 我关键 我关键 宝洁是吧 你帮过来了 你好 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余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 真的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这样哈 我正好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 小脸 来吧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 这玩意讲的挺尴尬 你说小脸 这种局面 你就是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什么呢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吃这桶 正好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手势手势吧 走 哎 余小脸 再见了 他俩好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小脸 你说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我都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桶啊 得趁热纸 哎哎哎哎 哎哎哎 真好之后 给咱俩的你给我留一块啊 你真感受不赢了 我怎么 GracYes 就必须给我留一块啊 outs Harry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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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